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带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这个周末大陆的两会登场 台湾的问题会有什么重点指示呢 另外传出国台办港台办要合并 准备是要联合来锁定打击港独跟台独的势力吗 以及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被人毛的大陆高层 将会展开如何的报复呢 两岸对峙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国际情势专家赖月谦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欣 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话题 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修宪 即将取消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对于这一点 其实经济学人之前也做过相关的报道 而且看起来是预言成真了 那我们先请到三位来宾 对于这样的发展 你个人会觉得意外吗 如果意外的话 帮我们举个yes 不意外举个no 都不意外 所以取消任期 习近平永远做下去 可能在你们的预答当中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真的修宪成功 那接下来习近平可能会 一直永远当家下去 不准备交棒了吗 你怎么看yes or no 宅敬你觉得他就不交棒了 就会一直做下去 原则上在他主观意识上 是不想交棒 除非被迫寝室才会交棒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就是说在主观的意识上 习近平是一个相当强的 在中国近十年来 可以说是意识最坚强的一个人 那他历经了过去这五年 其实不断的有人要暗算他 不断的在这个权力的政治斗争当中 他都一一克服了 而且还把这个 包括薄庆来等人 一杆子从这个贪腐的这个名单上 把他们全部打下去 那中国面对未来 有两大局势的挑战 就是说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 他走到了一个 这个高峰的时候 他接下来下一步 中国的经济要怎么样发展 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第二个就是说 他在这个国际局势里面 中国的地位 他要怎么样让他可以继续巩固 跟是继续发展下去 这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 所以这两件事情呢 看起来是习近平最念之在之的 所以你认为基本上 如果没有任何的外力迫使他 他基本上会继续执政下去 但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他在过去这十多年当中 其实也树立不少敌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任期的 被取消之后 那有其他的媒体 从不同的角度来做分析了 认为说习近平因为树立多 所以预防他跛脚 因为你譬如说做到第二任的后面 可能大家都知道 你差不多任期到了 就会出现跛脚的一个状况 所以到时候如果出现跛脚 政治就更难推动 所以因此取消任期的限制 但基本上他的心 不一定会要永远做下去的 老大你怎么看 首先第一个 他我们只能讲说 他有可能会一直做很长久的时间 但是你不能说他就能做很长时间 因为他还是有个制度 还是有一个人大会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江泽民想下台的时候 他很想成立国安会 当国安会主席的 但是那个舆论是不允许他的 所以这个点就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跟他讲是当皇帝还是有点差别 另外也不是说习近平一个人 现在大陆变成两派了 一个是主张就是主张支持习近平 觉得说要打贪腐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贪腐你要知道 两百多万人加上家属上千万人 那上千万人他们不是说跟十三亿比 他们是精英的 他们是有权力的人的 那这些人跟习对抗的话 所以习近平在外面被暗杀 对保守说六次 也有说九次 他被暗杀这么多次 当然有 所以当然有很多人觉得说 他习近平这个 不要忘了十年前大家流行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要自贪腐 就亡党 不自贪腐就亡国 最后一定是亡党又亡国 那你现在一定要自贪腐 那自贪腐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力量 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一点 就是习近平改这个宪法 你必须注意真正分析他来讲的话 他人民是支持他的 我在大陆碰很多人 他很多人就回我一句话 你们台湾很多人在大陆演讲 说讲了一句话 讲英国再活十年就好了 那讲英国再活十年就好了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趁早 习近平再看十年以上呢 所以至于他原因之一 也就是包括他的打贪贪腐 这些部分是获得民众的支持的 甚至包括一些这个 中壮年的军官是支持他的 因为上面贪腐太不像话了 所以他是有支持力量的 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的内容 要废除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 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 把毛思想写入了宪法 跟毛泽东跟邓小平的理论并列 当中还包括了一个 要强化爱国统一战线的作用 那定义爱国者为 拥护社会主义 拥护祖国的统一 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这一点三中全会提早召开 并且提出了修宪的这样一个想法 时间上来讲 老师虽然说你刚刚前面讲说 这个让你来讲不是那么意外 但时间的安排上会有些紧凑 是这样子 三中全会的召开 它是意外 但它又是必要 那它之所以是意外又是必要 是因为它要修宪 那如果说它今天的宪法的修改是很小部分的话 那不需要召开三中全会 因为三中全会是他们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力机构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力机构的会议 所以如果说是一个动一点试词 例如说假设他们的公职人员 或者党职人员的宣誓的试词 做一些更动 不需要召开三中全会 但是要召开三中全会 是因为它的整个宪政的重要的体制 要做一些更动 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要三中全会里面的 这些最大的重要的权力机构 大家的认同跟背书 那才能够 所以三中全会的召开又是必要 但是又是意外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这次两会里面的修宪是势在必行的 那而且呢文本也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外界有一些误点 有一些误差 对于中国大陆的理解 或者对习近平的理解 我觉得有一些盲点存在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大陆的宪政体制里面 国家主席是虚位元首 他们的宪法没有赋予国家主席很大的权力 国家主席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象征 那么对外举行国家主席的一些仪式接待外宾 可是它不是真正的权力结构的机制 因为他们的权力的机制是在于党 尤其在宪法上也写得很清楚 他们的宪法就是一党领政 一党领军 所以呢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整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权力机构 而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机构里面 最重要的是在于 他们的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但是五年召开一次 接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全会了 那中全会里面是一年召开一次 好另外一个在网内的 那就是政治局会议 三十多人的政治局会议 一个月召开一次 那是一个更核心的权力机构 那真正在每天在运作的 就是政治局的常委会 政治局的常委会里面 有党的总书记作为领导班子 他是班长 然后接着有这个国务院的总理 接着有一个就是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 还有政协主席 考进会主委 还有两位副总理 总共七个人 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决策班子 每个礼拜召开 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加开会议 而国家的所有的党跟政跟军的重大的会议 都在这个小领导班子里面来做决定 好 但是他们党的总书记没有任期限制 他们的军委会主席没有任期限制 好 那现在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今天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党的体制 我是党的总书记 我一任五年 但是得连选连任 我两任到了 但是我得连选连任 我可以连任第三届 因为按照他们的党章的规定 是没有任何任期限制的 毛泽东是如此 那邓小平 邓小平没有接过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的党的规定是这样 那因此就发生过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就是在江泽民时代 江泽民的总书记 他卸下来了 卸下来了以后 那接着 他的国家主席因为是 一任五年得连选连任一次 所以最多十年 所以他的国家主席是不能当的 可是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里面 党的主席跟国家的主席 或者党的总书记跟国家的主席 不一定都是相同的人 他们只有发生过几次是相同的人 第一次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主席 第一届的国家主席就是毛泽东 可是毛泽东在第二届的时候 他不干国家主席了 所以是刘兆奇接国家主席 接了两届 毛泽东当党主席 真正有实权在他手中 所以你看党的主席跟国家主席 是分开了 这是在他们过去的历史 是跟党的体制不合一 不行 所以我个人认为 对习近平来说的话 一定要合一 你要不觉得修改党章 也就是党的总书记 跟这个军委会主席 所以也会如此安排 在三中却会在两会之前 就先做行召开之后 其实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去年十九大 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的一个会议 在那时候大家都以为说 一个党总书记 他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就有指定接班 隔代接班的概念 可是习大大这一次 我们从十九大就看不到 对 大家当时一直在质疑这件事情 为什么习大大没有做隔代接班的指定 就像习近平本人 所以当时就已经有声音 他应该是要做一个修建 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因为隔代接班就有发生过一次 那一次就是邓小平时代 他就担心江泽民 因为江泽民是保守的 江泽民是属于成云系统的 搞鸟龙经济的 但是对于邓小平来讲 他还是要改革开放 所以才会有这个92年的南巡 但是他对江泽民不放心 所以他当时凭借着 他的历史上的威望跟权力 所以他隔代接班的这个胡锦涛 那就逼了你江泽民 两任以后你就要下来 但是党章没有这样规定 那当江泽民的时候 江泽民并没有办法隔代接班习近平 习近平是被他们选出来的 也就是说当胡锦涛认满了以后 胡锦涛自己也不愿意干了 也不愿意干的时候 他们就要选出新的党的总书记的时候 习近平不是被隔代接班出来 习近平是在党内选举的时候被选出来的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觉得不能够再玩隔代接班这个游戏 应该要回到依法治国 依规章来治国的情况 那你要不就修改党章 你要不就是修改这个国家主席 但是既然是以党领政 怎么可能说我今天由党来配合政 所以当然是由政来配合党 如果今天他们的宪政是以政领党的话 那情况就不一样 但是如果说 他的宪政体制是以党领政的话 那当然是虚位元首来配合实权的 这样的一个党的总书记 所以我觉得他们把党的总书记 跟国家主席把他认起一致话 就是国党的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 在法理上来讲的合理安排 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走的安排 来 我问一下 那基本上刚才嘉静也提到 对岸强而有力的领导人 长时间的执政应该是可预期的 台湾有任何的因应吗 还是台湾基本上 就是每次看宪战之后 不同的台湾领导人来看 怎么样做个调整 这件事情有好有坏 好的一面来讲是说 因为习近平他的一贯的思维 跟他的具体的主张 大概比较可预测 是可别预测的 对 可别预测的状况 就会比较稳定 这是好的一面 坏的一面是说 如果习近平是采取一种 强硬的鹰派姿态 那当然对台湾压力就非常大 那索性做到目前为止 我们认为习大大习近平的国家主席 本人还是采取一个 比较理性克制的态度 虽然他国内鹰派的声音压力很大 但是他到目前为止采取的 都是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手段 来进行处理 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 中国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他趋炎了 对台湾的压力好像也增加了 但事实上某一种程度是 中国国内政治的一个现况 他正因为内部的压力大 所以他必须要采取一个相对 台湾是高压的 另外一方面也面对美国的压力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牵一法动全军 这个曾经有位学者在说 这个其实都是大人在玩的游戏 言下之意就说 台湾这当中是在一个相对的小国 那两个大人就是美国跟中国 在两个大人的这个游戏之下 我们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 那看起来目前为止 美国是越来越在意台湾的这个地位 跟台湾的角色 那中国最近也祭出所谓 会台31项政策 言下之意也是对台湾 好像要给予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所以突然之间台湾 好像变当红炸子漆 那我觉得 就跟你今天穿了颜色的衣服一样 那我觉得这事情要长期来观察 是我们来问一下 因为这当中有一点 拥护祖国统一 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那习近平如果长期执政的话 老大你看有没有可能 两岸之间的统一的速度会加快 在他限制之前 就要完成这个所谓 历史上面的一个地位 统一就是中国大陆 就是说可以讲说 在这个美国这个 要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 整个开那么多次会议的时候 当时他们跟文大陆口风 大陆是说 统一台湾属于这个 这个绝对不会变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一贯的 绝对是要的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说 如果习近平他国家整个稳呢 我就觉得说 统一的这个程度会比较好一点 什么叫做统一的程度 就是他的手法 还是什么方面呢 他会比较 所以我一常讲你要考虑 我觉得他的那个手法 给你比较多一些 你一定要考虑 他的在政策上 他就是和平统一 另外我们也可以感觉就是 习近平其实他本身来讲 他是还蛮有点这个 有点有点慈悲 他层次那么贪污 他没有把谁枪毙的 对不对 他真的要斗 他肉质给你拿掉 没有说给你那个的 还有人家外面也在传 他本身家 其实是有点宗教信仰 宗教不会那么迫害的 这是他的一个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看了很多书 人家说胡锦涛是十年磨一剑 因为对小平指定他 他是战战兢兢的 对不对 江振平哪天翻脸不知道 但是人家说习近平是三四年磨了 你看不出他的剑在哪里 有人说大陆对于台湾的一个态度 跟一些做法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你要走这条路 你要考虑一个程度 所以你看习近平他在政治 他以前讲 你要注意他有一个话 他说我适合穿什么这样的鞋子 我的脚知道 他的意思是什么 你不要拿美国那个政治制度 跟我谈 你不要拿过去什么政治制度 我现在 现在我领导这个国家 该用什么制度 我知道 所以我该穿什么鞋子 老大我有个问题想要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下 你就是 你之前很多人在讲说 大陆对台湾的一个想法 跟态度跟做法 很多时候是因为 习近平如果在他们自己的内部 打贪打得越凶 对对对 打奢打得越凶 那些被打的人 总希望对于台湾做些事 他们好像比较有转移焦点的一个机会 那接下来如果大陆现在 习近平更全力把抓更稳的话 这个声音力量会变大还变小 第一个很简单 我们现在在讲说他的这个国防部长 方峰辉 现在外面就已经透露 没有透露我们不讲 已经透露中印 中印挑衅是他挑衅起来的 他希望中印打仗 那大陆也有很多这些贪腐 居然很希望跟日本打仗 很希望跟台湾打仗 为什么 我请问你今天打仗了 你抓不抓贪腐 尤其军中 他还可以有功 还可以立功 但是他故意照这个 故意这些照这些情绪 那照这个情绪 你一打就不抓贪腐了 打赢了你不会办 他们是政官了 打输了是谁倒霉 你习近平倒霉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一直讲的政策 他是要和平的 和平统一的 但是下面那些策略上 有的是会叫 有的是策略 但是有的也何尝不是反习近平集团 他们玩的一个花牙 所以当习近平更稳的时候 他对于这些所谓的 他的状态更奏一眼 那英派慢慢也就 也就上退一点 慢慢就要视书者为俊杰了 所以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个人暗杀也暗杀不掉 你现在又在法力的保障之下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 很多民众是认为 就是说我在这边摸记人士很多讲 他这个抓参谱 他干到死我都支持 对不对 就是大陆的人民对以前的那个整个 是多么深恶痛绝 他是抓到这一点 不过对于这点 基本上大陆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的限制 就民主的程庆来讲 好像是有点开民主倒车了 但身为民主国家的龙头的美国 没有什么反应 因为白宫说 这只是中国的家务史 这个反应是在蔡政府的预期当中吗 好像会不会有点轻描淡写 我觉得这个反应很正常 反应正常 反应正常 这是中国的家务史 就像我今天作为民进党的这个副秘书长 我每天在支持点点 国民党你们家应该怎么提名啊 你们家怎么样啊 你们家要改成几任的这个几年的主席啊 那我不就捞过戒了吗 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国民党的家务史 我们不多做评论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现在美中因为他经济贸易的关系 非常紧张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美国如果在这边指指点点 那不就正好落入了中国的一个圈套里面 中国就说请勿干涉内政 每次都对美国讲请勿干涉内政 那中国如果一旦真的这个修宪成功了 它在世界的评价是什么 那全世界有自己的一个声音嘛 犯不着美国现在提前去讲什么东西 所以美国在外交方面其实是非常成熟的 他都知道说这个门槛是不可以跨过去的 你觉得习近平长期执政 对他个人而言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这个有利有弊啦 那风险最大的地方就是说 他会把另外一股力量更加集结起来 也就是说反习的力量 对因为过去这五年来 当然他面对很多挑战实在是很艰难啦 我也可以理解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要使出非常的手段 镇压党跟这个国内的政敌 那可是这些被镇压的人 到某种程度 就像过去习近平也曾经刚讲 三十年磨剑嘛 对不对 你在成前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蓄积你的能量 你会 那所以对中国来说 他一方面有民主派的力量 一方面有他党内这个政治权力斗争的力量 尤其是被斗输的 被那个栽赃罪名的这些人 势必会想办法去重整旗鼓 所以长期来说 如果习近平趁着这次机会 他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 而不是因人来涉事的话 这样对他来说其实是相对有保障 他也很好对外说话 可是如果没有 他反而是把自己的权力 扩张到一个最大状况 他会使自己万箭穿新 也就是说那个反弹的力道会相对大 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年的 而且是他变成唯一对象的目标 不管你打货不打货 是任何事情 所以找习近平就对了 我们来看从2012到2018 所谓的我们标题说什么登基找布局 反正就是从他开始接任总书记之后 这一步一步都是有步骤的 2012接任总书记 13年开始打摊 14年开始军改 15年开始做大国的外交 16年核心的党中央的表述 和习核心出炉 17年就去年19大之后呢 也提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论 到了今年就要取消 所谓的国家主席的任期的限制 感觉上都是一步一步在走 老师我想请教你 继续如果我们把这个年份的 这个时间序再往下延的话 你认为在他 在当家那一刻 心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理想会是什么 他自己个人想要完成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他要把中国大陆的政治跟党 跟军队的整个体制把它理顺 理顺 理顺 因为以前太多人质 所以要把这些人质要尽量去掉 然后要把它建立制度化 规格化 我觉得这是首先他在做的事情 第二个他认为以前的贪污腐败 造成了整个共产党的 跟中国大陆的内部里面的 不公平不争议的事情 而且民心浮动 所以他一定要把贪腐扫除掉 其实他在福建就已经这样做了 他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也是这样做 他扫贪腐的时候 是从他开始接任这个主管 就是接任党的省的省委书记以来 他一直是如此 他不是说今天才突然间贪腐 他在浙江的时候 已经扫贪少了300多人 所以他事实上他扫贪腐 从福建一直扫到这个浙江 他没有停止过 他从来没有停止 所以打单是一个重点 重的重点 对 而且这是他一以贯之的 中国要富起来吗 对 而且另外一个 你看他把财富再分配 他做到了 所以他在任内的这五年内 你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 没有说像以前两位数字的增长 但是还是到6.7 6.9 可是大陆的民众里面的 稳定度是很高的 满意度是很高的 原因在哪里 民众的实质上的获得感 大幅度的增加 经济的增速 没有过去两位数字这么高 可是普遍的民众得到的钱 却比两位数字的时候还多很多 相对于台湾现在感觉是被剥夺感 而不是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贫富差距拉大了 但是中国大陆把贫富差距缩小了 所以中国大陆最新公布的数字 就是越有钱的人数在减少中 也就是说他们在对于这些 不正当获得利益的这些 包括官二代 红二代 富二代 他们的他的清理是一以贯之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他这样的情景使中国大陆的人民的 获得感增加以后 社会的购买力增加了 社会的购买力增加 最新的数字出来就是 中国大陆的中等收入的总人口 已经超过美国中等收入的总人口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跟美国的 一样水平的人的总人数 已经超过美国了 所以他成为全世界消费力最强的国家 因此全世界的货品 都想办法往中国大陆卖 这样的情况 这种现在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第三个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富强起来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所谓很多的强人国家的领导人 相对于民主国家来讲 他当然是没有那么的民主 可能全力一把抓 但对于他国家的一些政策 他可以延续性的推动 这是一个所谓的强人国家 他们一个相对的好处了 我们看到现在包括了中国俄国 像北韩这些国家 他们就是领导人都不会换 那相对一些比较像美国 法国 德国 还是要经过了选举的一些选择 所以如果长期下来的话 对于整个全球的局势的观察 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有些 很微妙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有三种体制在考验 三种体制 一个是总统制 一个是内阁制 还有中国大陆自己的特有的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觉得三种体制在考验 例如说我们先看一下德国好了 德国的梅克尔从2005年 担任总理到现在 已经13年了 快13年了 而且他很快的 他自己也说他要再干5年 因为他的党可以再干5年 所以很有可能 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在德国会领导18年 这领导18年 这个执政期不短 以目前来讲 咱这里面有改选过四次 只是说基督教民主党一直赢了 他都基督党魁 所以我才会说 这是内阁制 内阁制的总理 没有任期限制 你只要你的党 一直获得人民支持 你就一直能够执政下去 好 日本不要忘了 日本以前的也是内阁制 他的自民党 他的自民党 是因为他们后来自己 对自民党的党主席 把任期限制住了 如果他们今天 没有把任期限制住 也就是说 他采用德国的政党制度 总理 他们的党魁 没有任期的话 那今天 那个日本的党魁 可以干2 30年 3 40年 干到死都可能 如果他的威权够大的话 那他在党内的支持度够多的话 那以自民党一直执政 从战后几乎 只有一次 两次这样的一个偶尔 失掉政权以外 几乎自民党都是长期 垄断整个日本的体制里面 那日本的党魁 如果不是他们自己 党的 这个党的 不是国家 的制度的设计里面 那日本的首相 可以干3 40年 都可以干到死都 除非像他上一次 生理不太好 自己退 对 除非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但是美国的总统制 就是任期制 是 韩国一任5年 菲律宾一任6年 台湾一任4年 两任 所以美国一任4年 所以他们 法国以前是7年 后来改为5年 好 我们看到了 总统制里面 他们出现了一个问题 像我们台湾就出现问题了 台湾也其实也可以 好好的大家静下心来思考 4年 你第一年熟悉政务 第二年 第三年 政务上轨道 第四年进入选举 那如果你这个政党选败了 新的政党上来 他重新再来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政治的政策的一贯性 政治的稳定性 总统的任期太短了 我们学美国 我个人是认为 不见得学对 因为我们的总统任期太短了 总统任期 其实法国人现在也在思考 他们当时是7年 可是他们现在改5年了以后 他们也发现 这个5年到底改得对还是不对 他们也在反省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7年人家说太长 可是7年 两届14年 但是却造成法国的经济很稳定 政策很稳定 为什么 戴高楼两届 第二届他自己辞掉 密特朗两届 但是法国稳定 从西哈克改5年了以后 法国的政局 你看西哈克的经济就衰败了 我为什么会说 人类的政治体制开始在面临考验 如果中国大陆这样子一直持续下去 假设 习近平假设当三届 15年 了不起他当世界20年 而中国大陆的稳定度高 然后他的国民的水平高 然后他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会让全球开始思考 他会让亚洲国家 中美洲 非洲国家 我强大是人数众多的国家 其而效尤吗 对 我觉得他们会去思考 他到底要走总统制 还是内阁制 还是要走中国大陆的这个体制 我认为 目前人类的政治体制 正在面临竞争中 好 我们来看关于两岸 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台湾旅行法 美国参众两岸现在已经通过了 只要川普总统签署之后 就会成是正式的法律了 大家都在想说 看川普会不会签 那我可以有一个问题 问得更直接 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 因为刚好6月份 台北的内湖AIT 就要正式的落成 我们很关心 到时候美国来的 是什么样层级的一个官员 或许先要请教三位来宾好了 那如果说 很多人就讲说 这个台湾旅行法 是川普手中的一张牌 那这张牌 有没有可能在6月 AIT落成之前 川普就签署 三位来宾怎么看 yes or no 或是在6月之前就签 三位都认为会啊 贾欣你为什么会说得那么快 台湾旅行法 其实只是 这个由国会发动的 这个法案 那参众两院虽然都以相当 这个一致的声音通过了 那就是因为它很清楚的声音通过 所以在行政部门的川普 大概也没有什么理由不签啊 那为什么时间上会比较快 而不是比较慢 那这个跟美国跟中国的贸易之间 这个紧张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正因为虽然去年好像12月 10月11月这段时间 美中好像有趋缓的这个趋势 大家互访 然后感觉上好像也都很友好 中国也给了这个川普 好像好大的一个面子 两三千亿的这些美金的订单 那这些东西都是备忘录啊 都是看不到吃不到的啊 所以回去以后美国再算一算说 不对哦 这个贸易战上面 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所以才会后来通过了什么 关税 把太阳能板跟洗衣机 就加上了这个高关税 最近又说要针对铁 钢铁跟铝 又要增加30%跟10% 这样的高关税 中国人上到中国的相对比较小一点 其实是 对美国的影响也还蛮大的 我们后来这个情况才知道 原来台湾输去这么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习近平因为这个 脸拉不下来 所以他会很快速的签 签完以后 你说川普 对川普他会很快的签 川普 其实这个法这样概念讲好了 这是美国国内法 他想要用就用 他不想要用冰冻起来也没关系 对他来说 我虽然通过了法律 可是这个法律我想不想用 这个超制在我 而不是超制在别人的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 台湾当然是乐观其成嘛 对我们来说 这个官员以前本来就可以互访 可是可不可以进到白宫呢 可不可以进到国务院呢 这其实可能过去还有一些门槛的限制 那现在如果通过了这一个法 而行政团队的最高领袖叫做川普 总统就真的签了以后 那这个法律在法律上就有保障了 所以未来官员如果层级够高 进到国会 进到这个行政部门 白宫 进到国务院 在法律上他已经有保障了 其实我跟你请教就是 如果当初是一个牌局或者是一个棋在下的话 通常是我们牌还在手上的时候 可以去 可以去喊声音 但是如果你签下去的时候 就得意思把牌已经丢出去了啊 你的牌丢出去的时候 你就没有 就不会没有保留这样反抗 牌不是这样子 是我签完以后那个牌才有张力 我还没有签 我签了以后要不要用 对 关键在这里 我签了 我已经给你很大的压力了 你要不要让步一点啊 你要不要再妥协一点啊 其实他是在跟习近平在喊价嘛 所以先签下去 然后看这几个月 中国跟美国贸易谈得怎么样 美国可以在6月份 还有另外一次发球权 就是我要派什么样的官员到台湾 其实最近中国方面已经派出了 他们最高的这个谈判的 经济谈判的一个首席顾问 现在正在美国进行 这个磋商跟了解当中 那你可以看出来 中国为什么要派这一位 姓刘的这位重要的干部去 就是因为要想办法去踩住 美国在这个上面 不要用太大的手段 让其实那当然美国方面 贸易部门啊 经济部门也在评估说 中国根本就是来玩阴的 为什么他们就是故意拖延而已 所以这些东西 川普会不会买单 不会 反而会因为这样 川普会加速去签台湾旅刑法 赖清德院长 说我们跟美国本来是 本来就是非常友好坚定的伙伴 那我相信蔡政府也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台美 非常友好的一个表现 也拦作是一个政绩 但我要请教老大 因为不久之前我们来对照一下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提名 董云上当时被他们的议员问说 那中华美国的国旗在你们的官方网站上面 为什么被拿下来 他就直接说了 我们不承认台湾跟美国是官方的一个国家的关系 到底现在是有好还是不友好 我们看了其实也看没有很懂 其实美国整个有行政官员跟议员 他本来就是两个思维 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要非常清楚了 今天蔡英文也好 任何人都知道 小国对大国的战略 你知道一定知道 第一个叫以小博大 战略了日本这样 他旁边的大国他跟中国打了 跟俄国打了 跟美国也打了 他叫以小博大 这还有一个态度 第二个要以小四大那是南韩 那另外就是以小四英大 今天日本要考虑就是四英大 他不会去侍奉大陆 但他希望要适应大陆 这是今天日本的政策 那还有一个叫以小斗大 就北韩 他就斗你 他斗这些大国 他知道这些大国 绝对不会让我被他拿去 不会让他被我拿去斗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你要四大 你要认识大国在玩什么 美国在玩这个什么 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国家 但因为台湾不熟我不讲了 很会斗大国的 外蒙古 外蒙古有一句话 今天假如定这个月 外蒙古有跟美国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 你要把我抬高 请你拿一匹马来让我垫高 不要拿个绳子把我吊高 因为你拿个绳子把我吊高 有一天你手放了 我摘下来啊 所以你去拿个马比较实在 而且我熟悉马 你让我垫高 你不要拿个绳子把我吊高 那你今天这个东西 是不是再吊胃口 再把你吊高 你要不要注意到 这个通过的条文怎么写的 他不能说本院通过 两岸官员来往啊 是本院认为 为什么叫本院认为 没有法律效果嘛 所以就是你行政权嘛 那所以他把你台湾看起来给拉高了 拉高 我们台湾现在高官来访了 最后来不来 能不能来 他只是把你吊高 让中共看看 你出多少价钱 到时候手一松 你台湾在是怎么样 老大你这番说法其实跟那个 我们前国安会的秘书长苏奇的说法 有点类似 苏奇是说你去检视 他所有的文字内容 其实这个台湾旅行法 真正突破的相当有限 可是呢 却把这个法在台湾的媒体当中 给放大了 你也这样认为 不过这个小国对大国 我一定要搞清楚 小国对大国一定要维持一个平衡 你不能偏袒任何一个地方 那台湾现在小国 我们现在讲 韩国与小四大说 韩国都怕这个怕这个 韩国是怎么笑日本跟台湾的 韩国说日本是异计 异计就讨好客人 让客人开心 那怎么看台湾呢 仓计 怎么说 人家给你那个一点 那个还没什么好实力没有给你 你在那边去 很开心 那我再告诉你 蒙古跟美国谈判讲了一句妙面话 他一定要先把东西拿过来 他说你不要给我奖牌 我要你奖金 你食物先给我 然后他告诉你一句话 他说你这个先行签 蒙古人就给他一句话 仓计都藏好价钱才多裤子 这个比喻 对啊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清楚嘛 哪些官可以来嘛 什么样可以来嘛 你叫我参加这个联盟 你说嘛 你的船要进到这边 那你告诉我嘛 我碰到压力碰到什么 你给我什么武器嘛 你给我哪些有用的武器 可以保卫台湾嘛 你老在那边把那个杆子 把我们台湾吊一吊 然后给大陆看看 大威生器挨骂 我们台湾倒霉啊 所以我是觉得说 小国绝对不要偏袒任何一个 你就在这么玩 就你要个船 你要左晃右晃 你不能稳定 左晃右晃 但是你偏一偏一定沉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边 你不管什么 马英九当初假的 心中有日什么东西 那还是一个 还是比较稳定的嘛 现在他们的做法呢 你现在管你又媚日 然后你又亲美 又完全相信美国 那你这样 你不是给自己带位危险吗 好 我们就来看这大陆的一个反应 当然是非常的不满 外交部是抗议说 坚决反对跟美方提出 严正的交涉 他们的国台办是说 台湾方面不要狭阳自重 否则后果自食 起果 我问一下老师 那接下来 呛成这样子的 会有什么报复行动 我觉得 我想分两个 第一个 川普签了以后 会有什么动作 第二就是 如果AIT真的落成 真的派比较高层的官员来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首先我们看 川普 我为什么会说 川普会签 因为签了以后 执行是在白宫 但是他这个法律 我们会分两个层面来看 一个就是他们的官员到台湾来 一个就是邀请台湾的官员到美国去 就分成这两个层次 那他们的官员到台湾来的话 这个部分全部是行政部门 也就是白宫国务院他们做的决定 他们要不要派来 要不要派什么官阶来 那就是他们做决定 那这个 你就可以从六月来看得出来了 也就是说在过去他们的一个新的大使馆 新的或是新的代表处成立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会派蛮高阶的官员 可是那是大使馆 也就是当英国的新的大使馆落成的时候 本来是川普要去的 那后来川普为什么又找个理由不去 说我很不爽 这个欧巴马 那都是大使馆的成绩 在台湾是办事处 对 所以不一样 那现在我们也在观察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因为美国已经要在那个地方设 把大使馆迁到那个地方去 应该还有两年以后的事吧 他们要加快了 所以希望在今年完成 那我们估计最少是国务卿 也有可能是副总统去 但是台湾是办事处 所以规格不会太高 因为它是办事处 而且是没有准官方关系 双方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 虽然成立落成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大使馆 一个代表处 但是我个人认为 因为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所以他们不会派高阶的官员来台湾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 大概可以推得出来 如果说川普今天派高阶的这个外交官 例如说国务院里面的董一桑好了 来到台湾来的话 那中国大陆跟美国一定会进入紧张的关系 到了住清的等级 我觉得一定会进入紧张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那他一定会在某些地方上会报复美国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我不让你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 但是我怎么样能够阻止 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 罩门就是在于美国 老师刚刚你说是报复美国 还是会对台湾呢 我觉得他两手都会做 都会做 但是我觉得他首先他也会对 因为你看现在中国大陆 并不是没有筹码来对付美国 例如说在安理会 你要通过什么样的决议案 对不起中国大陆不理你 另外一个话 像在北韩里面 中国大陆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做 对伊朗来讲 中国大陆有很多空间可以做 甚至对中东跟非洲很多国家 中亚像阿富汗 中国大陆有很多空间可以做 包括巴基斯坦 也都有很多空间都可以做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不是像过去一样 没有筹码了 现在筹码很多 那对台湾的动作会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对台湾的动作 它会对于台湾的官方的紧缩 会更加强 对台湾的民众的开放会更大 我们看美国人的动作是这样子 美国人的动作看起来是 对于台湾的官方是好的 可是对台湾的民众却没有 台湾的民众没有感受到好 例如说他通过台湾旅行法 台湾的民众没有感觉 因为跟他没有关 那对台湾的官员来讲是有感觉 可是对台湾的民众来讲没有感觉 但是当川普要把美国租美国牛 要卖到台湾来的时候 这个我们也有感 台湾的民众有感觉 例如说他的钢旅法的税已经出来了 百分之十五% 台湾有感觉 例如说他的太阳能板 我们在大陆设的太阳能板的公司 他出口到美国去的时候 他有感觉 那对台湾的民众有感觉 所以美国目前在搞这个贸易的这种修理 或是要把他的农产品倒到台湾来的时候 台湾的民众有感觉 台湾的民众会认为说 你美国人哪里有对我们友好 你是对我们的高层的官员友好 可是对我们的民众没有好 那大陆刚好相反 大陆是对台湾的民众做好 但是对大陆对台湾的政府 例如说民进党的政府 那对不起 那是对抗性的 所以跟民进党的政府是对抗 但是对台湾的民众是四处利多 那对台湾的民众会是觉得说 对我是好的 那政府不好 那是政府的事 美国来讲是政府好 那对我不好 你美国人比较坏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这解读不一样 还有一点 但是我们说这个旅行法还有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地方是在哪里 是美国的国会可以透过白宫川普签署之后 邀请台湾的官员到美国去 但是我们的官员本来就已经有到美国 只是说是低调的去 还是高调的去 差别在这里 好 说到会台 等一下我们有些会台的政策给来做讨论 不过在此之前还想请教一下加进一个观察 就是现在谈说大陆要做一些组织的调整 当然跟台湾最有关联性的就是包括了国台办 包括了港澳办事处 这两个单位未来可能会要合并 而且可能位阶要再提升 你认为这个是对于锁定所谓的港独或台独针对性高吗 我暂时认为说这件事情的评论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 那因为中国国台办毕竟是一个外交的这个系统 那他要把港澳跟台湾的这个国台办合并的这个说法 是到底是组织内部为了效率的需求 还是为了政治上的宣传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有待观察 但目前对我们来说影响并不大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因为在 两会也没有什么交流 没错 在人民的这个所谓交流上面 可能过去通婚有一段时间是确实比例非常高 所以需要有两方的认证等等的需求 那台商在这几年其实也不断的撤出 所以中国采取这样的措施 其实刚刚这个赖老师提到说 中国在对台方面采取两手策略 对官方采取严厉的紧缩的 对于民间采取怀柔的拉拢的这个态度 基本上是对的 那但是效果怎么样 那实际上对台湾的民众又真的有什么样的利多 在我看来其实不然 这31项的这个内容里面 15 6项都是旧的 跟以前一样根本没有什么改变 那新的几项可能比较有 大家会拿出来谈的就是说 有关于文化影视或者高教等等这一方面的 但这个也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说 在台湾这方面因为它第一个市场小嘛 那中国当然会产生一个磁吸效应 这无可否认 那这个是不是它政策面的真正的 有什么样的利多帮助 在我看来也不是 而成全是市场的考量而已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 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贸易呢 跟中国跟台湾之间的贸易呢 这是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关键 台湾跟中国不能有实际的贸易存在 它都是透过台商绕到外面去 变成一种外资的形式 到中国去投资 所以在中国的境内的台商 有很多是以外资的名义 而不是以台资的名义进去的 那可是在台跟美之间的这个贸易 那大家就是开大门走大路了 根据WHO WTO的这个相关的规范 大家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 这个贸易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备忘 或者是这个规则的进行 那如果啦 我看到中国在这两年 因为跟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 美国如果正在紧缩的状况之下 台湾会不会被惩罚到 会 当然会 台商一定会被惩罚到 可是惩罚到的结果是 只有台商吗 其实不是的 他是在告诉大家说 那你们尽管 大家尽管都跟中国做生意好了 接下来的后果就是你们要服 如果你们还在意我美国的市场 如果你们还在意我欧洲的市场 我欧洲的市场 我美国的市场 我总人数虽然不比中国多 但是我整体的消费能力 市场绝对比中国强 刚賴老师讲的 没错 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人数跟美国一样多 但大家不要忘记美国只有3亿人口 中国有15亿人口 所以你算这个比例算起来 你就知道说中产阶级的人数 在美国占的将近一半 五成 那在中国占十分之一 所以这个落差还是相当大 可是尽管相当大 中国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 我们不能说当做眼睛蒙起来看不见 那我只是要说我们必须要小心在美中的贸易当中 台湾如何求取平衡 因为横述我们对美对中 都有非常多的贸易关系存在 所以他们两个打得火热的时候 两个人互相对抗的时候 横述台湾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并不是站在一个 辛灾乐祸的态度在看说 美中关系很紧张 或者美中贸易开打 对台湾是不是真的就好 其实相对不是的 你刚提到31条会台阶事当中 你去算过 当中有16条 是过去已经出现过的 所以你认为这个也是所谓口惠不实 看得到 但不一定能够吃得到 意义不是很大 意义没有很大 因为有些台商说过去也推出一些 有会台的一些政策 但是实际上后来并没有 可以真的鱼入均栈 而且你真的进去以后 第一年比方说给你高教的聘书 这是用人民币来算 你在台湾拿5万 我到这边给你人民币5万 但对不起 两年后的合约书是不是还是维持 那可不一定了 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对 这都是嘛 陆委会的说法是 陆方是长期以反复推出 多种类似的措施 目的就要提升单方面 获利经济发展目标 来吸纳台湾的资源 并且用利益来换取 台湾的政治认同 用利益来换取台湾政治认同 说简单一点就是 用钱收买人心比 可能相对无统 或其他统的方式 成本要低很多 来 老大你来看 如果要用利益来换台湾的政治认同 换得到吗 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用利益来换取 当然对台湾民众来讲 当然是有利才会向前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们不要就说 从这个来看 第一个你一定要考虑两岸政策就是说 现在就比较明显 它对台湾是软的越软 但另外一半它会硬的更硬 所以它在外交政治上对你政府会越来越硬 但是在这个方面 它现在文化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它如果用利益换 我觉得我们台湾都不必紧张 我比较担心它是用希望给台湾换 希望 不要忘了台湾去年写了什么字叫盲 盲是什么意思 盲然不知错 我不知道我希望在哪里 不要忘了这是最重要的年轻人 文化事业你可以到大陆去 你可以到大陆去 任何选学校你可以教书 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 台湾到大陆学生已经20年了 就在今年农历年前 他的台办张志军总主任 还有那个刘洁一的副主任 他们是所有的大学 全大陆跟学生座谈的 以前台湾学生不讲话的 都不太讲话的 但这次发生谈话非常踊跃 因为都是一种感觉到 就是我何去何从 我的希望在哪里 老大提的这个非常贴性生实 你用利益你用钱 你用利益那是 不一定买得到我的认同 还有一个 但当我没有希望的时候 我看到那边有一盏灯 我搞不好会我 而且我跟你讲 在大陆上 我可以告诉你 大陆上有一个台湾学生 在大陆上讲了一句话 他们大陆讲了 他就说过去 经济交流只是少数人钱财的交流 社会交流是部分人才的交流 但是文化交流才是人心的交流 所以他现在你没注意到 他现在已经在文化上 国民党是中央对地方的 你国民待遇啊 对你台商对你台商是国民待遇啊 但是他在其他地方 他也晓得在政治上 你中央对地方你不会接受 他也不甩你了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 他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以前是台办 现在又在港澳台 因为他不甩你 而且大陆还传这个讲法 民进党一直执政最好 第一个如果堂核的话 民进党堂核 在台湾产生的摩擦 比国民党堂核少嘛 国民党人家会说你卖台嘛 第二个要打的话 大陆听说打民进党那个 来更来劲嘛 所以说管理你中央的政治很好 因为我核跟武我都好 但是呢最重要就是民心 而且不要忘了 习近平你一定要注意 他在十八大六中全会 他席核心三个重点 共产党对历史负责 不能在历史上出现一个贪污的记载 第二个共产党对人民负责 要让人 所以他要脱贫嘛 第三个共产党对世界负责 所以他要一带一路嘛 是 所以他是一个很注重 很注重历史 很注重完美 所以我们不必担心他要搞武统 因为武统以后就难干了 对中华民主历史上 这是个悲剧 二十八在台湾搞那么一点 就变成这个样 你真正武统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呢他会在人心方面 他会给台湾年轻人希望 这是我们要小心的 人心 其实所谓的文化上产生的质变 可能是更隐形的 对不对 我上次去了解一下 台湾我们那个KTV 点歌排行榜 以前都是大陆人来唱 阿美周杰伦的歌 对对对 现在台湾年轻人唱的是 大陆歌手的歌 所以完全你点播率前三名 是大陆歌手 我手上拿的就是 这三十一条会台的相关的内容 当中我 我特别因为刚好我们是媒体圈 我就看到这么一点 他说未来大陆电影发行的机构 广播电视台 视听网站 引进台湾生产的电视电视 电影电视剧 不做数量上面的限制 也就是说他们大陆的一些媒体平台 台湾的东西内容要卖过去的话 没有任何的总量限制 对 老师你的观察 他关键在审查 他们还要审查 还要审查 数量不限 但光这一点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一些媒体的制作 我觉得会影响很深远 我们这样讲好了 例如说我们原本在我们台湾自己制作电视剧 像我也在媒体工作 我们自己要制作电视剧的话 我们通常考虑到的是台湾的市场 因此我们要考虑台湾的市场 我们要去研究台湾的民众观众 他的口味 我们根据口味来编剧 然后来导来找演员 可是当你现在开始去思考 你的东西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 而且如果好的话 你还可以卖到各省 那么14亿人口 所以光戏剧部分 就应该不会再看到 陈丁飞委员出现在戏剧里面欺杂的 刚好经过民众那边的代表 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制作单位 例如说现在大家都磨到磨磨磨 因为大家就会想 那我拍一些东西我敢扎钱 因为我敢扎钱 我可以在那边播的话 我假如不要去碰触政治 我为什么要去碰触政治 戏剧就是戏剧 可是一家电视台 他可能有拍一些剧 他想要卖大陆 他在电视台里面也有新闻频道 他可能也会有些什么 政论谈话性节目 这会不会有相互一些影响 不会 他的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我要去满足大陆人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开始去调查 所以首先你要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去了解 认识中国大陆 台湾有多少人没有去过大陆 台湾有多少人没有在大陆真正生活 或是跟他们有接触过 台湾对大陆的这个 我们虽然同文同种 但是我们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事实上是存在的 但是当我是一个演艺人员 或是我是一个艺术家 或是我是一个演画剧的 或是我是一个编剧的 那我要可以去了解 中国大陆人是什么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去学习了解 我刚刚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要拍剧情的话 我们要了解大陆的市场 对 但是有些 譬如说一个电视台 或一个媒体集团 他可能有些部门是拍节目拍剧的 但有些也比较敏感 是谈政论的一些政治的新闻节目 但我要卖东西去大陆的同时 我在这边 我的可能一些政论的节目 是在骂你的 这样就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 他的本来的一些中心立场 他还是要审查 也就是说你的东西过去里面 他还是要审查 只是他第一个 他把审查的时间缩短了 例如说以前的审查比较长 他现在用一个绿色通道 把审查的时间缩短 我的问题就是说 我买你的剧 对 但你的那个新闻 就是对大陆的部分可能友善点 会不会出现这些审查上面一些给的压力呢 我觉得那个是变成你自我纪律 自我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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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想把你的东西卖到大陆去 所以你不管你的政论节目 或者是你的演绎的 或者是你的众议的 那你自己就会去自我纪律 自我纪律了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那不抵触他们的法律 不抵触他们的规章 你的东西就能够在那边卖 所以你要尊重他们的法律 尊重他们的制度 在尊重他们的法律 尊重他们的制度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你的东西可以卖出去 你想想看对台湾会影响多大 嗯 所以自我纪律 会不会有影响 因为纪律了 就多少会有影响 好我们来看 4月份还要登场的是国共论坛 吴敦毅呢 已经表态说 他希望能够亲自赴会 而且提出了申请 我想请问 了大你来看 吴锡慧有可能会成真吗 这个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他有两个官嘛 第一个就看蔡英文会不会给他去嘛 我觉得蔡英文大陆当然就先看你 我是觉得大陆也并不怎么欢迎吴敦毅过去 是啦 因为他民众的舆论是很那个的 他们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大陆他有一个 大陆他有一个误解 有一个误解认为说 因为吴敦毅讲话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没有讲过我是中国人吧 他有这个 就说认为他是这个 他是这个南皮绿谷吧 然后再加上 因为大陆他有时候对台湾不太了解 他会有这么样一个那个 但是大陆也有一些学者讲过了 就是说在过去周恩来讲说 你不要把这个白区的想法 跟苏区的想法一致嘛 白区的想法跟苏区是不同的嘛 所以他也讲说你不要把国民党想法 跟民进党想法一致的嘛 你也不要把外省人跟本省人想法 都会有些不同啦 但是我就觉得因为四月份 这个大陆人大已经那个了 已经定案了 如果都已经这个完全那个 这个时候习近平他会更有信心 而且更沉稳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应该是会有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包容的心 那当然如果蔡英文不给他去 那正好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嘛 那你认为为什么吴敦毅会这么如此积极呢 是想要借此行来拉抬一下 他这段时间在台湾几乎没有版面的状况 第一个他当然就是大陆 因为他上来以后大陆 最起码给他的那个 给他当选的那天 为什么不为什么对我没有一颗心呢 对于是你变成您 这个心对不对 是因为我没有交心呢 还是你不给我真心呢 这个却大家有个沟通啦 但是另外可能我们也听听 在外面也听到一些 习近平很希望有些事情能跟 不吴敦毅希望有些事情 能跟习近平这个当面解释吧 吴敦毅如果真的要去的话 佳琪请教 蔡英文总统会让他去吗 看他是申请的名义是什么 那因为 他算卸下公职还不到法定的三年 不到法定的三年 因为副总统跟总统的规格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因为接触机敏性资料 是相当高的 所以在这个三年的规范里面 如果他是一般非官方的这种 非政党的一些活动 那可能就会成行 所以如果是不能让去的话呢 是完全可以预期 但如果真的去的话呢 可能要各万处理 所以这件事情是这样 比如说国共论坛到现在巴士没一撇 那巴士没一撇的状况之下 讲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其实意义并不大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到现在总统府 还没接受到任何申请案 那尤其有一句话就是说 吴敦毅副总统吴主席 过去一直在强调的这个九二共识 是叫做一中各表 他非常坚持说只有一中各表 那这个一中各表 真的可以到中国去谈吗 他们只有一中没有各表 对他们只有一中原则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 恐怕除了说刚刚李老大说的说 中国人民对吴敦毅向来的 一个刻板印象之外 恐怕对政治上来说 中国官方最care的 中国共产党最care的 还是在对于九二共识内容上的这个质疑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说 会不会在这一次的九二共识 这个真的能够让吴敦毅去呢 我个人是还打一个很大问号 老实讲这个是国民党家务事 我也没什么好多评论 老大吴敦毅要去 我看他出来的态度 那不要忘记上一位 我们列出来 包括了这个联战 朱立伦 马云九 都跟习近平握过手见过面 当中像是朱立伦好了 朱立伦那时候刚好也是 在16年要选之前 大家问他到底要不要选总统 每天在B1位的时候 他后来在5月份出席了 那后来回到台湾之后 被立刻扣上的是 所谓的中共统路人的帽子 他的身世也后来一直都没有好过 那吴敦毅不怕有这种疑虑吗 就是你也被打成 第一个 整个那个时候的氛围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氛围 就是这个太阳化运动弄了 好像任何去就好像就是 就是有点卖台了 就有点怎么样 可是现在可能一般年轻的氛围 可能也知道跟两岸搞好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 才两年的时间转换这么快 因为有很多很多现实问题 现在在台湾整个 整个你到外面民众真的是 就是叫苦连天 盲 那个字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不要讲那个 在去年冬至的时候 台湾南部有法师 就撤着今年灾害年年 他不是撤着 冬至撤着 你看一过二月四号立村你看看 照飞机的掉飞机 天摇地动 天摇地动 所以民众会有一种 就是说希望安稳的话 有时候会希望两岸能稍微稳定 所以吴敦毅这个时候去的话 应该是比较有点正面 但是地方首长跟两岸关系不大 所以地方首长呢 但是可以说 可以让他就是说 在国民党这个领导上面呢 能见度高一点 比较说有那么一点 就是说 有那么 给人家感觉有那么一点 作为 有点作为吧 好 就是至少一个党的主席 也跟立马 跟共党 对不对 双方能够交换意见嘛 对 很多在台湾的动作点上 解读到跟选举相关 有些人压扯了 那包括了这次的内阁改组 也有人说是为了 年底的选战呢 先提前改组之后 拉抬一下气势 大家看出来 这个外交部长 是由吴钊燮来做接任 有人说他从总统府的秘书长 过来接部长的话 有点稍微委屈他一些的 不过借重他的长才 是包括他过去曾经驻美 那李大为呢 就转任国安安占领域署长 这所有的相关的人事的安排当中 老师你看到的亮点是什么 有人说 这一次大家最注意观察到的 就是外交跟国方 在国安体系的一个调整 背后的主要的中心思想策略 就是对美工作 你怎么看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 不是赖进德所主导的内阁的人事的调整 因为这几位更换的这些阁员 他们重组了 应该讲是重组的这些阁员 都是属于这个蔡总统 蔡英文他的职权 我们叫做国安团队的一个改革 一个重新组合 那重新组合里面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 有人说 你现在的这个内阁 这个都是亲美的 我就不能这样讲了 国民党的外交部部长 哪一位不是 哪一位不亲美 哪一位不亲美 哪一位不熟悉美国 是 所以我觉得把吴钊燮曾经是派驻美的代表 然后跟美国关系还不错 就把他说成是亲美 我觉得这个都太过了 因为 因为国民党也是如此 国民党当时用的外交部部长 一定都要是自美派 要守美派 而且要在美国有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你美国 你国民党的标准是这样 你不能够用国民党的标准 到民进党以后 你就变了一个标准 所以我觉得把他们的这个团队 把它贴标签 我倒认为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观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个特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吴钊燮虽然是外交部部长 可是他也熟悉中国大陆 然后这个新的这个陆委会的主委 他本身也是对中国大陆也是熟悉的 所以我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说这一次的国防部部长 是从国安会的秘书长来的 那过去的国防部部长都是如果都由军方直接升上来的话 他缺少这个国家安全的视野 他的眼界比较窄 而且他一般来讲 国防部长比较不了解外交这个领域的东西 因为他从年轻就在基层军队里面当军官 一直到高阶 所以他完全掌握不了外交跟国家安全的问题 虽然他熟悉他的军务这一块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把这个国防部长 先到这个国安会去秘书长去理念 让他的眼界再开一点 然后让他知道说国家安全的考虑 是必须要把两岸 必须要把外交也都放到里面来 我这个对于这个国防部的政务的推动 视野是拉大了 这个是好事情 所以相对来讲 有人说这一次的新的隔约名单出炉 虽然说调整的幅度没有那么大 但是几个重要的位置都有做一些改变 感觉好像用的人 比过去要更适得其所的感觉 我觉得更成熟 更成熟 更成熟 有进步 例如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像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他很明显的就比张晓月 他的手段灵活多了 而且他的本身的反应 因为张晓月太自视的外交系统出来的 所以他到陆委会的时候的处理 可是陆委会他要面对台商 他要面对台湾的民众 他要面对大陆 所以他不是外交系统 所以当时把这个外交系统的 张晓月调去陆委会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败笔 但是陈明通来的时候 陈明通可以跟台湾的民众 可以跟大陆的 甚至大陆的智库 大陆的官员 或者是台湾的这个政府部门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陈明通他的 因为他有历练过了 从副主委一直到主委 然后在学界 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在处理 这个陆委会的这一块的时候 他比张晓月还要灵活 他不会那么刻板 不会那么呆板 然后如果是 吴钊燮来接外交部部长的话 因为吴钊燮又是绿营的信任的人 所以他在处理外交的时候 绿营独派的人 不会有三心二意 因为绿营独派人对李大为 虽然这个蔡英文对李大为是很信任 但是问题就在 独派人对李大为是没有那么信任 那今天是吴钊燮了 我相信任何独派人对吴钊燮 他在处理任何外交问题的时候 他们不会再怀疑 他背后有没有蓝骨 不会有人在认为他是老男男的 不会 我觉得这个杂音都会不见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这一次蔡英文用人 我觉得比以前进步 而且成熟 至少我们到这段车是从隔园名单换了之后 几位官员出来跟媒体的应对 显然还蛮很快的进入状况 是的 包括了盐部长 在上次年改 发生那个上校罪罗意外之后 出来讲的话 很多说他相对比冯部长要 感觉得体很多 是的 我们来看这一次内阁的成员改了之后 也有媒体立刻做了一个民调 对于包括了蔡总统跟賴院长 他们的施政满意度做了一个调查 来看 满意度都有提升 从蔡英文的百分之三十 升到百分之三十二 应该 抱歉 提升两个百分点 升到百分之三十 賴院长的话呢 升到百分之四十八 不过我们相对来看 这不满意度也都有为生 所以如果你说两箱折底的话来讲 好像差不多 但是可以给民众明确的就是 大家有注意到 那个是有一个改变 然后也是有所感 不管你满意或不满意 老大你来看 对于提升 如果执政党的年底的选战的话 确实有拉抬选情的一个作用吗 还是研制过程 就像他这次那个改变 就像赖教授讲的 他是比较成熟 比较圆满一点 所以懂的人 会把他满意度 会稍微提高一点 那不满意的 往往是 他是另外其他很多想法 但是就说 在他这个民调一直跌的时候 稍微深了 我想说 对士气是有帮助的 真正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你要知道在搞选举 通常在台湾有一句话 这个赌场的算牌 是最后两个礼拜才会出现 因为那前面都没有用 是最后两个礼拜 才会把所有的情况 到选举前 台湾是不是正如那些庙会讲的 会还有天灾呢 那中间是不是还有人要出事呢 还是有人要出是非呢 这个都很难说 但是就是说 这个打麻将一样 如果是逛花园的话 不到北风北都不算数 不到那个 所以他们那个 这个郎中的最后才算牌 这样 所以有人说 今年年底的选战观察 现在前面很多动作 不过到了 今年底还真的要看老天 因为十一二月到时候的空污 如果一严重的话 那很多中南部的现实 就真的会比较担忧一些了 来两岸政策 被认为是蔡政府当中 相对来讲 民众认为需要 在改变的部分 最多的一个一环 我想请教一下嘉青 经过了去年的十九大 经过了三中全会 我们看到的 习近平主席 接下来可能会 长期间执政 经过了两会之后 你觉得相对 蔡总统 她的两岸政策 会有任何的一个改变吗 呃 其实这一次说 内阁改组 在我看来 其实不是内阁改组 其实是国安团队改组 国安团队 对 那内阁其实本身动的不多 只有这个退府会跟这个劳动部 严格上算是因为 真的是内阁的组成 而非总统的职权 那这样的一个改组 大家说 为什么是国安团队改组 而不是真的内阁改组 照我看来 这个时间点是刚刚好 确实有这样的必要性 因为历经这一年多来 美国总统川普 其实也在去年历经过一年的 这个就职以后 他人事其实一整年下来 并不稳定 一直到了最近才开始 包括这个亚太国务卿 筑卿这个董云长 也才争处嘛 对不对 那包括去年十九大 十一月开完以后 中国方面的人事布局 到现在的三中全会 也才刚好定于这个 一尊的状态 那所以在美中这两大的这个 国际强权的局势变化之下 当然还包括说 欧盟的剧烈变化 好不容易 终于德国 这个两大政党 终于愿意手牺手通过 说要组成大联盟了 对不对 搞了个半年的时间 选举都选完了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说 因为这一年来的巨大变化 其实从开始让张晓月 从外交系统来揭入委会的时候 其实无非是中国 对中国释出一种善意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愿意开创一个新局 跟中国产生一些好的互动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显然的就是 我们的善意不被接受 也没被理解 那面对这种新的局势 就是蔡总统当然是要新的思考 就是说去年她在十月份的这个国庆演说 已经在提示大家说 新的局势要有新的思维 要有新的做法 那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就预示了今天国安团队的改变 刚刚各位的评价 我想我不用多说了 但重点在于说 台湾在目前最重要的第一点 还是要厚止自己的实力 厚止实力最重要的一项叫做经济 毕竟我们是一个以贸易为主要的 这个国家 那以贸易为主导的国家 你在经济的这个提升上面 除了说扩大这个产业的领域 增加GDP以外 还有怎么样分配啊 分配如果能够分配的好 让利润全民共享 比方说以现在 去年经过一年以后 今年我们来看 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已经有进步了 从这个2万6 现在进到2万8 那研究生毕业的起薪 已经可以从2万8 进到3万1千左右了 那这个这样的提升 某一种角度看起来 其实也是在回应说 整体经济趋势的这个提升 那这个跟两岸关系的变化 蔡总统其实是没有改变 她原来的思考的 她认为说 维持现状还有区域的稳定和平 这件事情 台湾一定会遵守 但是 这个必须是大家一起来做 不能说只有台湾 我愿意继续维持 和平稳定的状态 那中国方面一直要挑衅 这就像南北韩一样嘛 北韩不断的在挑衅说 我就是要用这个核子大弹 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叫在旁边周边的国家 如何能够 正经稳定下来 不过这过程是这样 就是说你用第一次 可能也许有效 你用第二次 大家可能就再看看吧 你再用第三次 放羊的孩子就来了 有个稍微比较敏感的话题 可不可以直接给您请教 因为这段时间 看一些事件 引发一些联想 包括了内阻的人选 内阁人选的 内阁改组的人选 传出其实赖清德院长 他不一定觉得说 这时候有必要 那个是小英总统的坚定的意志 要做一个更换 包括了 有人说 四月份是吧 涨电价 赖院长对外的一个说法是 涨不涨电价 也不是我职责可以管得到 院长都管不到 涨不涨电价 那谁管 我知道永康的意思 他有后一个就是想说 这是年底的选战 看起来 好像也没有赖院长 他的子弟兵 所以有人在想说 赖院长跟蔡总统还好吗 其实大家都没有看到一个 认为说这个改组是 好像都是蔡总统的意志 赖院长完全没有声音 其实这是没有观察到精髓 今年的过年 很多人本来都预测说 过完年应该是 那个要大概组了 为什么没有启动呢 其实大家如果认真去看的话 有两个结构 就不允许赖院长要想做 而不能做的一个大的结构 第一个 一直开到1月31号 立法院的临时会才结束 拖到这么晚 结果每隔几天突然发生了花莲大地震 所以全部的内阁 通通投入进行抢救的工作 然后接着马上就过年了 所以在这样子破 这个客观局势这么紧迫的状况之下 其实赖院长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动 他只能维持现状 继续让他稳定 然后接着马上这个礼拜 又一下子开议 一下子再做总咨询了 那你不能让这些阁员们 马上接手的人 马上要去背询的人 还没有办法进行交接 所以这是一个客观很清楚的局势说 告诉他 这个时间点并不一定是合适的 但是不代表他内阁不改组 但是下一个内阁改组的时间点 有可能 maybe 我现在只是在做一个预测而已 说有没有可能是520两周年 我们去当真了 的概念 那所以并不是说 因为这个是小英总统去 其实小英总统跟赖魁之间的沟通 是蛮好的 那赖魁也很谨守 他自己的角色跟本分 所以在这一次其实 总统所主导的是国安团队的改组 并不是内阁的改组 那至于说有些次长级的人士 本来传言说要此次北上 这个结构上是一样的 就是说既然部长都不会动了 次长更不会动 这个结构都是一致的 但是有没有需要再动这个结构 那我认为是可能在下一个阶段 有机会真的做一个大的幅度转变 我补充一下 我大概这样讲了 当时这个蔡总统跟林权 他们已经有一个治国的蓝图 就他们有一个想法 所以刚上来的时候那就非林权不可 所以这个蓝图也铺出来的 那是林权一手设计的 那蔡总统也很认同 铺出来以后开始找人 找这个人 这个人适合这个人适合 就这样放进来了 那当然不一定都是最第一个人选 是最适当的 但是总是到最后还是可以 那执行到一个一年多以后 林权被迫被换掉了 我强调是林权是被迫被换掉 不是蔡总统主动要把林权干掉 或者是林权自己说我做不下去了 事实上是压力太大把它换掉 很多独派的声音 对 换了赖清德上来 独派满意了 所以独派已经到目前为止 没有反弹的声浪了 但是蔡总统在交际的时候就是说 我们以前那个蓝图不错 继续执行 那继续执行的话 那你就要去看 我现在的这些阁员 哪一个人把我原来的那个蓝图做得不好 你就可以换掉 但是如果他没有做不好 你就没有理由换掉 但是问题就在于 赖院长的蓝图跟林权的蓝图 会一样吗 赖院长的蓝图跟蔡总统的蓝图 会一样吗 什么时候赖院长要把他的蓝图拿出来 如果赖院长要把他的蓝图拿出来的时候 那他一定要找能够把他的蓝图执行的各部会的首长 那这个时候才是赖清德的人 所以当赖清德在换人的时候 其实应该讲就是他的蓝图已经出来了 而那个蓝图要不就是逼得小英买账 要不就是跟小英意见不一 这次的蓝图这些人是 这次的这波人选是赖院长的人吗 我觉得这一波因为都没有动到 因为你看这一波都没有内政 劳动部是因为那个表姐 表姐身体不好 身体真的不好不得不患 那退府会严格上来说 还是属于国安团队的一个外围的 因为他处理的还是都是退役的军人 所以他还是国安团队的外围的 因此还不算是内阁真正的改组 如果赖院长真的开始推动内阁改组的时候 那就代表赖院长的施政蓝图出现了 而他的施政蓝图要不就是小英觉得不错 买单了要不就是跟小英会有矛盾 会有冲突 你认为目前为止赖院长跟蔡总统的沟通 就像他亲家亲所讲的OK的 我个人是认为以赖清德来说 他现在的工作的重点是 让他现有的阁源继续去推动 那么林权跟蔡总统所拟定下来的那个蓝图 但是如果赖清德的民调一直没有上来 经济一直没有改善 那就代表林权的蓝图跟蔡总统的蓝图 做了两年 假设已经到了520之后 做了两年还没有成效的时候 如果以赖清德来说的话 他要有成效 他就必须要改变蓝图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内阁的大幅度的改租可能就会发生 时间点 520以后也有可能 520以后 或者是选完以后 选完以后 好我们来看除了这两岸之内的局势之外 还要观察一下朝鑫半岛 因为奥运结束了 那接下来就是春暖花开的3月以后 气温回升 之前我们的节目就在讲说 适合继续射导弹的 请问三位来宾 在月底之前 你看我的提问都有些时间点 月底 要不然我会不会射导弹 一定都会 只不过时间点 好来 3月底之前 有没有可以射导弹 帮我们举个派 yes or no 因为有人说观察4月份 美航又要军演了 三位都说不会 老大你的看法 因为有人说 你3月不射的话 4月份 因为4月的第一个礼拜 美航就要军演了 你那时候射的话 可能会有不小的一个后座力 你怎么看 因为他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他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 因为他现在释放的是一个 我是觉得这一次这个 冬奥对北韩来讲 他是成功的 赢加 他在外面的整个表现 尤其就是说很多这个 你要知道这个大韩 这个朝鲜族 这个大朝鲜民族 他们是很 民主性很强的 所以他们这个是表演 他们觉得说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展现 是民族精神的展现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是觉得他应该是 尤其后面还有一个运动会 所以3月以前 他应该是不会试的 但是你每一次 还有你这个军演 你这个在演的话 你韩国的这个态度 日本的态度 你对这个 会给北韩人 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这个 尤其这个北韩 这次在很多韩国人在谈论 就是这个北韩要求 这个南韩 就文在寅要谈判的时候 大家在谈的时候 文在寅讲一句话说 你先跟美国谈一谈 这是让韩国人觉得很丢人的 我们这也是为什么 你要去跟 为什么你要去跟 为什么你要去跟 跟美国谈一谈 对不对 还有他这是他的整个 他的那个玄如松 那个牡丹团 那个团组 一进去的时候 那是完全把韩国就打败了 因为韩国的那个情报 就公布好几次 他不是被狗咬死 就被炮打死了 结果人家那个充满信心的过来 对不对 还有一个上次有个拖别者 在那边讲说 他们那些牡丹团员 说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拖光光的 拖光光睡 因为上面领导 要找谁去睡觉 就找谁去睡觉 所以他们很痛苦 你看他们的脸色 像很痛苦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在他们的 这个明星里面是有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感觉 你认为金正恩 他再次重申 要跟美国有对话的机会 讲开对话之门 跟这段时间 新的制裁有关系吗 美国跟他对话 不会公开 但是暗中有什么 那个他是绝对要 那暗中有什么 是绝对会要做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的这个对话 你现在公开 要谈什么 你搞不清楚 不能那个嘛 对不对 一定要先 在日本来讲 就要先打核 双边把那个打好才会公开嘛 暗中是一定要 要有一些谈的啦 但是就是说 你要对这个北韩来讲的话 你要拿到他的话 现在也知道嘛 他这个政权 俄国跟中国 不会让你拿去的嘛 不会让你过38路线嘛 所以那你就说今天要斩首 那你要斩这个金正恩 现在传说要让金正哲 我看金正哲吓死了 他要回来北韩 他要回来北韩 而且现在大家有个开玩笑嘛 就你要杀 你要暗杀这个 你要暗杀金正恩太难了嘛 而且韩国有个笑话 杀文在寅比较快 比较容易 对不对 有人说这个 要重启对话之门 看美国的态度 那当然川普现在就说 你依旧也是有前提的嘛 你必须要先放弃你的核武计划 我们再来谈 那嘉欣你来观察 文在寅他直直讲说 那对话是好事 要不然美国 你就稍微降低一下对话的门槛嘛 你不要人家 现在就完全放弃核武的计划嘛 你认为文在寅对美国这样喊话 是有任何的作用吗 作用不大啦 作用不大 作用不大但是还是要喊 因为这个对于韩国内部来说 是有必要的 那所以其实领导人有很多动作 看是有些东西是为了表面的 有些东西是为了理直的 那这个喊话其实是为了表面的需求 北韩在这一次的奥运会里面 东西奥运里面 某种程度好像让南北韩跨了一步 走向有一个友善的开始 那但事实上 因为文在寅是从北韩到南韩的 那所以他对北韩的情感 某种程度是存在的 那他也一直很期待 南北韩其实一直有 要统一的那种互相的期待 所以两个国家都有设置统一部 一直在尝试去筹划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北韩的体制跟南韩体制老实讲 其实是越差越远了 所以两个国家要统一 那简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现在北韩运用一个情势 就是说好 那个我在奥运里面我做足了面子 那这个接下来我就是绕到南韩 你南韩要跟美国军演嘛 对不对 那你南韩可不可以跟美国相说一下 那文在寅当然一定要讲 这个我释出了我的善意 那到底有没有效果 不在他预料 上回到北韩你可以跟美国讲一下 被骂成这样 现在至少要 这个也要讲出来 是 美国应该降低点门槛 这样好像才稍微 让自己的事要拉回来一点 对 但是美国不会这么快就让步 因为老实讲 当然对金正恩来说 他要的就是我 我虽然是在这个世界的边陲 可是我能够要到世界第一强国 来跟我面对面谈判 但美国的川普也不是傻瓜 他难道不知道这个角色是什么 所以我过去一直在提的就是说 北韩想要的谈判 不会是真的 这个所谓元首对元首 他必然是会绕到第三国 第三国的斡旋的谈判 而且层级也不会高到一个很高的层级 以免没有回旋的空间 对 没有错 所以在美国 美国唯一能够腰斜的就是说 你核武如果不交出来 因为他知道核武的来源 都是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明则是对北韩来 实则是对俄罗斯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关系来看 美国当然不可能在此时此刻说 好好啊 我就来跟你见面 我就来跟你谈判 我军演照常要军演 谈判另外再说 而且绝对不会是我 国家元首来跟你谈 那就有绕道在联合国 因为毕竟联合国还是要实施制裁 那他如果不放弃核武 或者对核武进行某种管制 至少要有进一步 如果你没有连进一步都没有 就要让美国跟韩国的军演规模缩小 或者说不军演 我觉得这事情是绝无可能的 所以目前这样的状态来看 我为什么说三月底 他也不可能再发所谓导弹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来自于北韩本身 美国现在的这个monitor 是越来越强化了 所以他连 你看这几次抓到台湾 有人假借这个民意 帮他运输煤矿跟油 这样的一个情形 美国都掌握了 其实是中国绕道 台湾的商人来去运输的 可是这样的状况 清楚的呈现一个讯息 告诉我们说 美国对于北韩目前的经济的实力 跟他能有个这个能量 他是有掌握的 所以他根本没在怕 你经历一个寒冬 你这寒冬大家都苦哈哈 苦不堪言的时候 连要烧煤 烧油 都还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在怕什么 所以就算金正恩想这样做 恐怕在客观的实力上 在暂时也没有办法 好 那另外一个 要大家关注的就是 南海的状况 我们看到卡尔维斯上很忙 以下又从常立办法 开到南海区 而且跟解放军的驱逐舰 做了一个对峙 当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 距离已经近到 眼睛可以直接看得到 而且美方还特别要了 记者上航母去采访 这个动作应该是很不寻常 是这样子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 他们本身 虽然跟美国有牵 这个海上相遇的规则 但是由于南海 好不容易已经平稳下来了 是 因为从欧巴马总统 时代的时候 南海很不平静 那当然是有美国的影子在里面 美国收拾菲律宾 越南等等 做了很多的动作 他以前也收拾马来西亚 也收拾文奈 那马来西亚跟文奈 后来觉得 听美国人的话 不安全 那菲律宾的Akino 就完全听美国的 所以弄得很糟糕 我们看到这一两年稳定下来的 尤其是去年开始稳定了 稳定了以后 但是现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 那么联合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等 又再重新见过这个印太战略的时候 美国一直想要跟东盟的国家说 美军美国的海军在南海 还是最强大的 它还是存在的 所以即使 不仅澳洲澳洲婉拒 对 但是美国是不是有点 有点被打脸的感觉 不要 澳洲的态度模式 对 有一个美国 一下子又说是美国人 应该不要不要 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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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张